修學旅行 早晨 神之介都在這裡 從過午後,神之介每天都要來上學了 竟然來上學了,現在開始 而且他漸漸都跟神秘學的成員混熟了 沒什麼精神,是嗎? 是不是應該將昨天的事告訴大家呢? 但如果說真的,大家都會有生命危險 只能先保持沉默 其實早上開始身體不舒服了 沒事,休息一下就OK了 你要好好休息 在這個時候身體不舒服就太遺憾了 什麼叫太遺憾 你不知道嗎? 集體活動馬上來了 集體活動? 叮叮叮叮 諸葦,黑目睹尾 挺安靜 那是學生會會長 學生會會長成績優異 任務安排都會完美解決 是一個認真對戀愛武感的神秘女孩 神奇 他想表達什麼呢? 宣布從現在開始討論今年的修學旅行的安排 修學旅行? 說一說完,教室就不斷黏了 自昂果的活動原來是修學旅行 阿恨阿恨,又是這個人 終於到修學旅行了,一直很期待 美香子裡興奮過頭 看來你也超期待 修學旅行了 修學旅行了 今年要去哪裏 又是這四個人 表面姊妹團 你們安靜一點 內之公沖海好像是 副會長 副會長內之公沖海 有潔癖隨身帶著消毒噴霧 雖然語氣較為粗,但有主意認真的一面 基本沒什麼交流 請問可不可以快點決定結果 清子 家裡很有錢本人也具有大小姐氣質的女孩 不管做什麼都想做第一 似乎想做學生會會長 我沒有跟她聊過 螳螂學生會會長連組織大家討論都做不到 真的聞自己傷心聽自己流淚 請你不要添麻煩 和大家一起保持安靜 總覺得氣氛變得更加險惡 再次出現了清子和會長的互相在說 清子和會長的關係很差 雖然清子單方面燃起競爭之心 請容我講一句 如果再繼續吵 這次修學旅行的決定權 就量給其他班級 我十分選擇粗勞的方式令大家收我聲 不過她說的目的地決定權是 喔是呀你是轉校生不知道都理所當然 在這個學員每年都可以給一個班級 選出所有修學旅行的目的地 今年選擇的正是我們班 然後之前選了三個地點 陸兒島、京都、北海道 我們要從這三個選一個 大家要討論的就是這個 沒錯 不知道應該要用什麼做基準 搞給我 出名的觀光景點我已經調查了 既然有這麼多旅行搜查 我很喜歡旅行所以一直期待這個修學旅行的到來 順便一提我推薦的地點是京都 畢竟這種風情的地方最好 這個就是夢裡面那個 你算是京都的關鍵是點心 這點也不可以否定 京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跟我夢裡面出現過很相似 一步一樣 直到是 我記憶中的場景就是京都 如果跟我有關我去那裡 或者可以想起什麼 我沒什麼 其實我也想去京都看看 哦 你想去京都嗎 我也是 我覺得北海道也不錯 如果大家去京都我贊成 去哪都沒所謂 我都沒什麼執著要去的地方 我們全員就選擇京都 不過最終都要看全體學生投票數 這個有把握 到了 幾個星期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要住的旅館 真是豪華 嘿嘿嘿 你興奮過頭了 小武之看來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很想來京都 興奮是理所當然的 能夠來到京都都是智能的功勞 沒什麼只是向大家傳遞了選擇京都的好處 想不到一傳十十傳百 這樣傳就可以知道京都的有趣地方 我都想不到這個樸素的方法可以造就這個完美的結果 京都應該有假好我記憶的關鍵 我一定要去夢裡面的地方看看 而且一個神秘人物在威脅 我必須快點恢復 否則會害到神秘漢現代部的火門 信説 你又有什麼煩惱 但是修學旅行不盡情玩就浪費了 有事記得找我商量 雖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幫到手 各位有個好主意 接下去要開始愉快修學旅行 作為紀念大家拍張照 有點早嘛 我們剛剛才來到 在這裡拍一張不會損失什麼的 拍照吧 神秘漢現代部的第一張合照 沒有了 神秘漢現代部的人 只有不少了嗎 不是應該一路解決那些分身靈 一路加入成員 再靠近一點 別推我啊 起座 好熱啊 但如果不一起的話就沒辦法拍到 快點準備開始了 怎樣啊 先看看 你的手把信説的樣子遮住了起座 嘩 我樣子是這樣的 超噁心 真的很抱歉 我們重新拍吧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黑目凍眉 開始點名了 這麼快 快走啦 沒事下次再拍吧 照片 這張照片都可以算是美好回憶的部分 你沒權利說這一句 勉強追上了這個點名 開始了京都之旅 去了各個地方旅觀光 上次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物 那天真的非常快樂 到了晚上 來了 唉 好累 今天走了很多路啊 但是真的很開心啊 可愛的東西太多 我覺得自己買過頭了 劉伊和武之一直癡情於這個購買 購物 那看來呢 智郎他們沒有回房嗎 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認為他們就回了 我們很幸運呢 實際上現在的方式都被分配到一個房間 我原來有什麼這麼幸運呢 我原來跟吉封流這一家伙是很幸運的 但是 這張小武之比是分配到其他房間 所以他是跟其他人 一起 畢竟男生和女生肯定要分房一份 都沒辦法 啊 你們叫我啊 你怎麼在這裡呢 你怎麼在這裡的 因為我的房間很尷尬 所以就走了出來 分配到只有一棟早秒的房間 這個就是他之前的那個 表面子妹團 稍後想去營的房間 然後早秒拉著他不讓他去 女人就發生在這裡炒 這個真炒的場面十分尷尬 搞笑 原來是搞不 真的不容易 不過立即就到你關燈了 你這樣沒問題 現在就要找機會回去 我回來了 在古東店走了一會 猜不到太陽下山 我都說快點走吧 但是智郎呢 死都不走 怎麼逐一拉上我一齊受罪 哎呀好了好了 多多我精心 精心的挑選呢 終於找到一個最好的古董 我買的是一幅令人無骨悚然的水墨畫 怎麼沒有招在這裡的 男和女不是分開的嗎 因為一些原因我就來 走掉了 這邊看起來很寬 所以找你們玩 吃燈時間 多快睡覺 公本阿士的那個老師 這個聲音 是我的老師 這麼快可以嗎 如果被你發現小母子在男生房間就糟糕了 對啦 快點藏起來 躲起來才行 幾分鐘之後 老師已經走了是不是 太好了 沒有發現到呢 但是接下來怎麼辦呢 適合時間到了呢 你也要回去 被老師看到有女生在我們的房間就糟糕了 確實 我真的第一次和大家旅行 這麼早睡得太可惜了 我也是這樣想 再說一遍 老師已經查了啦 短時間應該不會再去查房 聽你一說 確實呢 開始深夜小會議時間了 感覺好有趣 快點開始 聊了好幾個小時 然後發生這些事 我敢嗎 大家想說笑了 有什麼奇怪 我這樣說應該不太準確 應該是最近經常笑 初期被我們留下的印象和現在完全不同 沒錯呀 剛剛遇到你的時候還以為你是一個更安靜的人 但是越來越有這個人情味 人情味是什麼味呢 我現在起了我的想法 順說比起最開始已經互撥很多 我覺得我變了互撥是因為跟大家成為了朋友 咦 雖然記憶還未完全恢復 但是感受到有生意而第一次認識到這些可以信賴的朋友 你說這些人很難為情 說這些人不害羞 又這麼誇張嗎 我和你的想法都是一致 通過今天的活動 明白到和神秘學研究部的大家一起最開心 我不反應這一點 說得都對 既然都這麼晚了 我們要搞一些特殊活動 比如說說一個恐怖故事 我不喜歡恐怖故事 然後我們繼續聊 甚至忘記了時間 我們這群人當中有誰跟我一樣有兄弟姊妹的 我有一個妹 也有一個姐姐 我也有一個妹 智囊君有個妹 完全想不到 真的 沒辦法想像你和妹妹相處的情境 我和妹妹乖是很好的 留意有沒有兄弟姊妹 我有一個姐姐 我用她化妝品的機會都是姐姐給我 真的溫柔的姐姐 信説呢 我又說 你還是新的階段 應該忘記了 我猜應該讀新字吧 不在意 總之又會記得 神之介呢 我沒有兄弟姊妹 明明有弟弟屬性 那個是什麼 我還是這麼想 所以沒想到你是讀新字 起座呢 剛剛在發久了 現在說什麼 傾弟姊妹 我的話有一個弟弟 已經從過去認識的 幹嘛起座 我弟弟已經不在了 蛤 這個意思是 不好意思 好像有說錯話 沒有關係 我不介意 我在外面逛逛 他走了 我是問了一些不應該問的東西 不知道 不過從他的態度來看 我們之後還是不要聊這個話題 是的 既然露出了這麼認真的表情 他弟弟到底發生什麼事 差不多要回去了 再不睡明天就沒有精神玩了 拜拜了各位 我們都去睡了 雖然擔心起座 但是現在呢 讓他靜一靜 好 最後兩體力 醒來之後 大家向起座道歉 但是看來沒什麼生氣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用平常應有的 語氣跟我們聊天 繼續享受著這個修學旅行 轉眼間就到最後一天了 最後一天可以自由活動 現在大家都各自玩了 我沒有忘記到要去夢中出現的地方 如果那個地方跟我記憶有關 或者會記得什麼 那我馬上過去了 過了一陣 就是這裡了 的確跟夢中看到的景色一樣 在夢中我跑到這裡 然後 順說 自朗為什麼在這裡 其實本來跟起座在一起 但我們走散了 剛巧在這裡見到你 說起來你說有個事情要解決 來這裡就是你的目的 對啊 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 喔 來到夢中所在的地方 可能恢復記憶 的確是個好主意 然後呢 感覺如何 有沒有記起什麼 完全沒有記起 這樣 我以為來到這裡 可以令我恢復一些記憶 可惜理想 很覆滿 現實很骨感 為什麼會用這個比喻 不過你也不能輕易放棄 如果想要恢復記憶 這裡呢 或者需要跟這個夢相同的處境 這個狀況 沒錯 你發的夢和現在你看到的應該不一樣 在那個夢中我聽到清脆的靈聲 沒錯 就是這種聲 這個聲 在對面神社傳你 那個神社 沒事沒事 我真的有點頭暈 然後感受到地面的冰冷 又暈了 這裡又是那個夢境 這個時候 這個是那個時候的 太慢了 你在這裡做什麼 不好意思啊各位 讓我們看看那個神社 對 這個被燒得很厲害 據說把寫有願望的紙丟進去 願望就可以實現 對呀 這麼大的火第一次見 火燭啊 聽說生活旅行在京都的時候我還覺得很無聊 想不到這麼有趣 能實現願望的火 真厲害 我們也試一下 結束之後呢 視像在秘密基地模仿一下 秘密基地 是我們逐未知 學校後生的動員就是我們的秘密基地 那裡呢 白天比較黑 氣氛十足 真不愧是英樹竟然想到這麼好主意 這樣有點危險吧 沒事的 你怕什麼 如果實現夢想是不是更好 我要寫的願望是成績提升 上天刺癒我的女朋友 就這樣說 必須快點妨礙她 要不然很危險 我記起了 是初中的修學旅行時來過這裡 這段回憶不理怎麼看都很普通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好像剛才那樣 產生一股強烈的後患和焦慮 我一定要將大家 信說 沒事吧 我可以幹嘛哭 蛤 回過神來我發現自己在哭 我記起了 我曾經和朋友來過這裡 OK 完了 好 今集的絕望監牢就先玩了這麼多 現在的劇情已經 非常之快 差不多恢復記憶單七八八 這個事件也開始進入一個 重要的階段 下集回來繼續絕望監牢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